《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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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好像更新個人 不用常常說話 你媽媽很失散 這是一個工業用品 邀請一些年輕人 去教他們的話 他們都會覺得很開心 造一些長者 是每一個長者 都需要繼續學習 忠心學習是每一個人需要的 其實一個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我們很想將一些科技 介紹給我們的老友 年紀大不代表老土落伍 就算未接觸過新科技 只要努力學習 一樣可以靈活運用 我之前做是行政的工作 退休了也有十幾年 覺得自己對IT那些很不熟 家人又不是很有耐性教 想用一些程式有些apps 叫他們幫我 一二三就搞定了 就不是說每個步驟教我 怎樣下載我怎樣成功 再問多兩句他們就覺得 你都不明白了 幫你搞定了 OK了 那我想自己學 可以自己做到 帶子 我突然看到帶子狗狗 不見了 這裏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想彈出來不是這個 在家裡 在家裡 探著冷氣 按幾個按鈕 就可以送到門口 因為尤其是 譬如有些凍肉 或者一些廁紙 很狗狗 如果自己拿 很辛苦 一個人 有時候先生幫我 都拿不完 我就在網上 訂訂訂訂 付完錢 過幾天就送到門口 很方便 學了一年多之後 蕭太還學會用電腦軟件編輯圖片 午訊 看看蕭先生蕭太的作品 他們有時候 哇 我媽她很厲害 她又覺得 挺好 跟他們 好像更新 不用她經常說 你媽媽很歐 對 跟朋友 有時候 有時候 又可以 用程式 玩 溝通 拍照 影片 又可以整領她 無聲給別人 雖然仍然會有 不明白的地方 但蕭太沒有氣餒 因為有一個人 陪著她去學新技能 那個就是她的丈夫 我會好少少 對於IT的反應 我之前上班 我會變得很少時間 可以陪我太太 我退休之後 就多些時間 可以陪我一起去 其他活動 其實社會上 有很多資源 提供給長者 活靈學院 十年前 在理工大學成 對象 就是一班想增值自己的長者 不僅是醫療 和福利方面 包括了 醫食 住行 身心靈各方面 所以我們透過終身學習 透過義務工作 和職業再培訓 希望長者 可以怎樣去準備好 他們的晚年生活 亦都可以善用他們的時間 他們的資源 就會有一個很充實的人生 我們有機會去舉辦一個活動 去參觀數碼港 我們一出就已經有八十幾位長者 報了名 看到一些不同的新的科技產品的時候 他們都非常之踴躍 其實長者來說 他們是學到新的事物 不過可能他們的時間 可能會長一些 但是他們一定能夠學懂 所以在教的時候 可能是要用一些比較具體的方法 用一些體驗式的學習 或者一步一步去幫他們 他們一個人所補充的效力 她的名字叫Jasmine Jasmine Jasmine Jasmine不如先轉個圈 Jasmine和大家轉個圈 大家轉個圈 嘻 otro 其實她很厲害 她的眼睛 平時行動 她就會有個人自然 哪個體驗 如果我們能夠用一些 為我們邀請一些年輕人 去教他們的話 他們也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有機會跟年輕的朋友接觸 而且他們也知道年輕的朋友是很聰明 能夠掌握到科技很好 我們希望能夠在一些掌青共融的情況之下 都希望可以透過年輕人 也都可以幫到長者學習新的科技 就好像真的可以新鮮 8點到4點但不太好 非常刺激 因為很久都沒有駕駛 駕駛的時候我就很開心 也都看到會是一個學習怎樣去玩才行 駕駛著一個掌握這樣就在那裡跳 它就會可以計到我跳了幾下 好像連卡路里那些都有計到 我覺得科技是很先進 跟我們小時候真的要拿著繩子在那裡搖 是完全不同的 但就很幫到我們的長者 因為我們不是很懂這些科技 但其實原來在日常生活 我們都可以用到很多這些新的科技 來幫我們做運動 退休七年的中學教師阿Luc 看到最新的科技大開眼界 他還試玩了一樣從來沒有玩過的活動 很開心今天能夠來到蘇馬廣參觀 第一次來到林奮燈 很開心 做過KOL 也是第一次嘗試的 也是一個很難忘的經驗 整個旅程也是由於疫情緩故 所以很多獎記都沒有機會出外 這次能得開來一個機會 讓我們一班長者出去看看 那個經驗和非常環繞 在這個退休的生活當中 我就知道了這個資訊科技辦公室 推出給長者學習見到的機會 或者一些手提電話的應用形式的機會 所以透過網上我就報名參加 最初是實體的 但由於疫情關係之後 就很多轉為網上形式 我看到這麼好的機會 所以都是打電話去報名 我透過這些組織 都學了很多IT的東西 例如一些攝影 一些展貼 可以雲端的知識 退休之後 Luke開始學用智能電話 他還學會和朋友用視像對話 疫情期間都可以繼續溝通 Hello Emma Hello 你好Emma 今天下雨 今天上車嗎 來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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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義工訓練班 有些IT的 course 有些手機班 我也有參加的 有時候我們在平板電腦學上網 和怎樣用這個應用程式 也可以教我們玩遊戲 網上很多遊戲 我們可以玩的 電腦裡面能夠 擴闊了我們的知識 擴闊了我們的交友 還有擴闊了我們交朋友的情況 所以透過這個電腦 我們可以 真的不足不出戶 就可以知道很多東西 能夠透過這個電腦 或者電話 可以學到更多的東西 封護自己 封護自己 阿Luc很明白 長者抗拒科技 可能是怕自己滲亡 會麻煩倒入 他也有小提示 想分享給其他老友 很多人去學 可能有些比較 也可能有些長者不喜歡 小組教學 兩個到三個 比較那個學習的程度 差不多 會更加好 很多時候小組活動 變成長者很開心 他們互相學得到東西 互相分享 不是分開老師學生 大家好像朋友一樣 所以這樣的氣氛 就會令長者覺得 很舒服 新科技除了應用 在娛樂消遣活動 更加可以應用 在醫療和日常生活 其實我們的展覽品 我們將它安住 不同的需要都將它分類 有些可能是 個人的護理產品 一些安全的設備 日常使用的東西 例如分區 如果我們去看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在哪裡可以應用得到 一般的老人家 都是對科技有抗拒的 原因很主要 是他們可能未見過 未接觸過 以至到他們有些恐懼 他們很多時候會怕 我用這個科技的時候 會弄壞了科技 其實這不是真實的事情 怎樣能夠幫助他們 用得好些 就是讓他們嘗試 所以他們來到我們 輕心裡面 去看展覽的時候 他們能夠親手摸到這個科技 也是學習的 我們有一個公仔 它能夠做一些應具 對於那些認知障礙的朋友 有一定的幫助 而這個公仔 是能夠說到廣東話的 現在的師師哥 他說我要數數 數數 1 2 3 對 其實還有一個 就是讓他活動 手在這裡 按一下按一下 拿毛巾 但是又開不到 很輕 就已經可以扭扭扭扭 開了 在我們這個中心裡面 就是我們有一些 長者的大師 他會教他們怎樣用 當他們見到 我的童年的朋友 用得到 這個就會令到他們 沒那麼害怕 從而可以學習得到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 各位老友記都要採取主動 多些運用數碼科技 跟家人保持溝通互動 活出更加正面積極的人生